這個節目是ご覧的支持者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 剛好我們就在江之島站下車了 現在就要步行再過一條天橋就可以去到江之島 不是天橋來的 是甚麼 它就這樣連著島的橋 連著島的橋和天橋 這個好像要試 吃吧 現在要試這個焦糖味雪糕 謝謝 吃吧 我想先拍照 慢慢拍吧 這裡只有幾度 應該不會溶的 其實不用吃都知道 一定是不能輸的 焦糖味 焦糖味加雪糕是無敵的 好吃 你看到富士山 在哪裏 走前一點 我的手 好漂亮 其實是用那條橋來拍照 是啊 現在這個富士山這個雪糧 很棒 但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未是那麼清楚 不要緊 因為我們之後還有機會 好 過這條橋就是江之島 哇 這個山勢不得了 現在 這些雪糧 喂 但是我那個 我決定現在要剪掉這一棟東西 拍這個富士山 加這個 不知道海港的甚麼 就是這個畫面 但是現在 有隻小鳥飛過 但我在拍片 好險 我們的著想 我覺得都OK 如果鏡頭又不是太夠鬆的時候 但我構圖呢 我構圖都還好 這艘船是有點點綴了 太多了 即是 原本這一邊 左手變左下角 如果 因為 你刮不到那麼多 下面 還有左邊 現在多一隻船 好像沒有那麼急 挺好的 OK 但當然我那張好一點 走 我那個用漆水去拍 這個車富士也很帥 哇 車子剛剛飛過來 這個畫面 雖然不是一張照片 但也挺棒的 剛才那個 我好像拍到 看一看 這麼厲害 你看它多有型 繞著手 拍照就是富士山 哇 又有隻鷹飛過了 哇 哇 OK 剛剛拍到隻鷹 又有型 不是踩著畫面 剛剛要趕時間了 下一張是沒事的 其實隻鷹飛過來的位置 都挺正的 喝上一大 下一張好一點 很好 下一張沒有踩線 因為剛才 剛才有少少說時間 好啊 很好啊 這位同學有進步 好啊 哈哈 我現在就打算拍個富士山 然後左邊有一隻漁船 快要過來了 那就大概 都要 其實200mm 都是剛剛好 那就 可以拍到富士山 加下面一隻漁船 所以你說去旅行 怎樣 可不可以有長鏡呢 70-200mm 真的不需要的 或者天涯鏡也好過沒有 好啊 欸 這裡就是 光之島的 青銅鳥居 好啊 是時候 這把我的肚子先 我怎樣可以拍到 整碗東西都是青的 真的 你可以 再舉近一點 它會有個花花走出來的 一拍近東西 它就會自己 轉了做那個模式 然後它就會幫你拍幾張 合成了之後 就會整個菜都清掉 好啊 這一個就叫做光島神社 這一個可以怎樣拍 這些如果你想拍到 時時正正 都是zoom到 三十幾 四十幾 然後拍就會好一點 有頭髮 還是可以拍照 好嗎 好嗎 來電視幣 香腸 它一定會有些 你不明白 是的 是嗎 點燈 又是 真 猜不到這裏拍到小狗 餵到狗狗 Hello 狗 它在那邊等待食物 它應該會餵到狗狗 好 這個位置很有型 再加上下面 這個人 這個位置 釣魚真是不得了 拍不到下面的人 要用長鏡子 這個可以換嗎 要這個 真的看到它 原來下面也有很多人 我覺得這樣配得很漂亮 白色和白色 好 這個鐘是甚麼名堂 你看看告示 這個是龍戀之鐘 好像說要敲一下 不是一起走 不是一起走 喂? 這樣嗎? 你走 這個可以 超龍朱古力 等待會兒 探完這個 班戟之後 我們就下去 海邊去做 一落 你幫我拍吧 看看 但是背過 可以了 你按吧 超級傻瓜模 會搞定 看看 嘩 說得出 它有很漂亮 但落得很快 快點拍吧 這個漂亮 這個光澤 快點拍一下 我拍了 但是 是不是要海少一點? 是不是 你喜歡 拍多拍少 先拍 先求友 九在九優 OK 這個位置 真的是值回票價 在江之島的海邊 然後可以看著富士山的日落 真的非常棒 剛才也拍了一些照片 哇 這裡也挺近的 這裏 怎麼浪呢 不斷打住 有些水啊 鏡頭一轉 我們就來到 夏吉田一丁目的這條街 就是這個 最多人打卡的一個位置 就是拍賦富士山 下面 就是可以拍到一條街 很長 很牙縮 怎樣可以拍到 好像別人 RG的打卡照 這個位置 如果你移動盡都不夠 就要換一支長鏡 鏡呢 真的拍到啊 謝謝 黃口湖這個例子 就要靠一支長鏡 這樣才拍到過一個島 就可以把街上壓縮一點 後面也是富士山 現在到我拍了 我還是用一支 七十二百小小白 大概要扭到八五毫米左右 就可以拍到一個 挺不錯的構圖 在這個時候 我們竟然 嘩 撞到一些東西 真的是各自來的 我以為你剛才來 其實我也是今早才到 我也是今早 不過我剛才拍到其他地方過來 太好了 所以打卡位 有時真的很容易撞到自己 但周圍都是人 不只是撞到自己人 撞到很多不懂的人 那你快點拍吧 我打算自拍打卡走 這次這個旅程差不多完 我主力都在用這部EOS R8 拍攝4K60P 用16mm 2.8 51.8 還有G728 4光圈 那女王主要用這部 白色版EOS R50 都是拍攝4K360P 還有用A Plus Mode 拍攝了一些比較簡單的按鍵 就可以幫你搞到很多東西的相片 這兩部相機都是非常輕便 尤其是EOS R8 以Full Frame的相機來說 都是非常細和輕 配合那兩支定焦都是極其輕便 另外這部EOS R50 就比較適合女生用 配合Kid鏡是非常輕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 多些支持我們的頻道 希望之後可以再做多些這一類型的影片 給大家去看 當然我也希望多些時間去旅行